联邦航空管理局FAA11月18日批准波音737 MAX客机复航 意味着为期近两年的禁飞令被取消 此前该公司最畅销的机型曾经两次坠毁 导致346人丧生 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架飞机的设计和认证包括了世界各地航空当局 前所未有的合作和独立审查 这些监管机构表示 波音的设计变化以及机组程序的变化和训练的增强 将使他们有信心确认 该机型在各自国家和地区的飞行是安全的 为期20个月的飞行禁令结束之后 波音公司开始有机会交付其生产的大约450架最大客机 但是由于监管机构下令 该公司在2019年3月停止飞行 这些客机一直无法交付给客户 波音公司还有3000多架其他波音737 MAX飞机的积压订单 由于长期停飞和新冠大流行导致数百架飞机的订单遭到取消 这一数字有所下降 监管机构于2019年3月命737 MAX停飞 此前两架几乎全新的737 MAX飞机在5个月内相继坠毁 这两起事故导致波音公司进行了永长的安全检查 增加了损失和成本 飞机坠毁后的几个月里 波音公司和联邦航空管理局面临着议员和一些航空安全专家 对飞机设计和认证的批评 国会议员目前正在推进立法 加强联邦航空管理局对新机型的监管 对坠机事件的调查和MAX的改进都围绕着一种 旨在防止飞机失速的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展开 坠毁的两架飞机 印尼诗航2018年10月29日的610航班 和埃塞俄比亚航空的2019年3月10日的302航班的飞行员 都是在系统因为传感器数据错误而启动之后 试图与系统搏斗 飞行员没有被告知这个系统 而且在飞机被送到航空公司时 飞行员手册中也没有提到这个系统 9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 飞机在研发过程中出现的监管 设计和管理问题 导致机上所有人的可预防死亡 在过去的两年里 波音公司对这套系统进行了重新调整 美国航空将成为美国首家在12月底 让这架飞机恢复商业服务的航空公司 美联航和西南航空高管则表示 他们预计飞机将在明年某个时候 恢复正常飞行 尤其是防止 有一定觉得 fortu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